在COVID-19我參與過足高灣、青衣和啟德的隔離設施項目 自己其實曾經割診,所以我很明白隔離設施的重要性 在康復後,我都馬上投入工作 我都感覺到很光明,因為自己本身的經驗都不是很多 我都很榮幸部門可以給我這個機會去接受這個挑戰 這個隔離設施已經不是普通一個建築物 它好像在守護香港700萬人健康的一個城牆 所以這個世紀疫情會令我感受到我這份工作的重要性 希望這個經驗會令到我在黃合衛工作生涯 就有一個更好的基礎 將來面對更多的挑戰的時候都可以順利地通過 大家都知道今次的疫情十分嚴峻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想過在工程界可以出一份力 運用自己的電能專業去參與抗疫 我們的工程是分了必爭的 所以我們靈活地去調配我們的人手和資源 務求盡快令這些設施投入運作 今次的抗疫工作給我深刻的體會和鼓舞 其實抗疫工作是無分界別和年齡的 只要時刻裝備好自己 我們年輕的一代 亦都可以在不同的崗位發揮所長 回饋社會 作為香港90後土生土長的年輕人 很有幸可以參與抗疫工作 為社會出一分力 我們是2月19日帶一批工程團隊去捉高灣隔離設施 當時天氣狂風大雨 甚至是溫度只有4度左右 但是我們一批工程師 就算是環境經驗亂 我們都決心一同年來而上 兩個星期都沒有回家 其實我們可以和內地的同事攜手合作 原來這件事是我們香港和內地做到一物相連的 亦都可以見到在危急的時候 見到環難健身程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Peter 你加入了建造業多久? 我加入了建造業年半 年半? 這麼短的時間 我就加入了建造業差不多六年了 我現在就在建造署裏做事 Jeffrey 你呢? 我也是入了這行六年左右 其實我一開始讀書的時候 知道建造業來說 一般建造模式都是釘板、紮鐵、諾石 其實我看到這兩年 大幅度運用MIC技術 其實我看到建造速度不停加快 其實我們MIC的工序 是屬於有效率的 在內地建設MIC 接浴船運到我們的竹高灣 我們亦都透過科技的日生意見去解決問題 其實我記得當初2020年 第一期竹高灣的時候 中國建造的第一顆MIC 落到地盤 其實只是安裝 都差不多用了一個小時 對比起現在 其實現在安裝一顆MIC 差不多四、五個字就已經完成了 速度已經是以倍增 其實我覺得技術是不停成熟 無求可以將我們的工程可以加快 講快 我也有一個難忘印象深刻的項目 就是洛馬洲河吐區 其實洛馬洲河吐區 本身是沒有我們的中電電力網絡的 幸好有我們的工程團隊和承辦商的人員 再加上政府不同的部門 互相去感激合作和協調 令到我們整個過程都非常之順利 結果已破紀錄的速度 十天內在米布建電站 鋪設了多了長達8公里的電纜 就叫洛杜區 在2月中那期 其實我都不幸確診 到我康復之後 就開始投入工作 原來自己的工作 不再只是為了那個月薪 其實已經可以為香港的市民服務 這一樣的抗疫工作 不僅僅在做的有意義工作 是為香港、為社會服務 當初讀書或者入行都無量那麼多 但其實今次的抗疫工作 發揮到我們自身 在過去這幾年 在工程界或者電力行業 學到的知識和電能專業 去回饋社會 提升業力就出逆境